三句话,我再来描述一下,我期待的2048-49年的总部三句话,第一句话,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应该能够达到中间的欧洲的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一句话从水平,第二句话,主要的一些领域,包括高等教育,还有一些企业上新领域,应该能够进到世界的前面。 第三句话,中国将成为一个合作主义的,合同主义的,在世界上备受尊重的一个大方式。